觀眾就即時跟進你剛才的說法 電力股近日都有資金流入 電力股又怎樣選擇呢? 應該買哪一種呢? 正常來說資金會流入的時候 都是傾向一些大隻股份 所以暫時去看華潤電力836 相對上資金的追捧 那個吸引度會比較大一些 現價來說是16.34 對應7月初股價高位曾經去過17.58 對應暫時去看潛在升幅未去到一盛 所以如果比較防守性高一點 看看有沒有機會稍微回調一點 15.8至16元之間才考慮吸引 會比較安全一點 現時如果針對能源的價格來看 一來是內地來看 四川就有限電的安排 其實都是非常早 上年來看都要去到第四季才限電 但現在是第三季中段的時候 已經出現限電的狀況 另一個方面在國際上去看的時候 現時國際天然氣的價格 對比上年同期的升幅非常誇張 新聞報道是升了15倍的 所以市場去看的時候 譬如英國的通脹 預期來說是有機會可以是 接下來會升到15厘或以上 現在大概是9%鬆一點 所以有一個很大的通脹上升空間 所以能源價格預期會升的時候 對於一些電力股傾向上來說 可能都是繼續有一個限電 對電價會有一個衝勁 我相信第四季的時候 潤電突破18元的機會都相對上高 如果有利好消息配合 可能到時有機會可以看到 差不多是20元這些位置